他看衰台灣啊 怎麼樣 用台語 台語就是比較粗俗嗎 比較粗比要來糟蹋別人 侮辱女性的就用台語 他是這個意思嗎 他們就是那種大中國 鄙視我們台灣人 鄙視台灣鄙視台語啦 國民黨這個聲明很可惡 那除了鄙視女性 吳敦玉講的這樣鄙視女性話 國民黨發的這一個 更是這種大中國的沙文主義呈現 他看衰台灣啊 怎麼樣 用台語 台語就是比較粗俗嗎 比較粗比要來糟蹋別人 侮辱女性的就用台語 他是這個意思嗎 台語是一些語言 是專門用來羞辱女性的嗎 我覺得這很可惡 這就是他們國民黨過去 他們七十幾年來來台灣的 他們就是那種大中國 鄙視我們台灣人 鄙視台灣 鄙視台語啦 那吳敦玉這根本就是抓狂嘛 我們台灣人在做會 沒有人在叫做雜母的 雜母兩人這時候是真的有夠 這有夠沒力嗎 有夠有牌痛 那帶有鄙視 那帶有那種修辱到幾點 才會稱呼人家說雜母 吳敦玉你忘了嗎 你媽媽 你夫人 你女兒 也是女人啊 也是女性啊 你怎麼可以用這樣的話語 去批評其他任何的女士呢 所以我認為 吳敦玉喔 先前我覺得我們 先前這一陣子 我們社會重放了吳敦玉啦 怎麼說 其實因為我們把炮火都集中在吳敦 吳敦玉 吳敦玉確實可惡啊 有這麼可惡的傢伙嗎 吳敦玉就已經罪大惡極 那利用這個罪大惡極 吃裡爬外的傢伙 向中共示好的人 那是不是更可惡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抓狂的言行 這代表整個黨 我認為國民黨整個黨都抓狂了 整個黨都有問題啦 從裡到外 它這是一個併發症 國民黨並不是說 一樣兩樣的小毛病不是 長久以來 國民黨從最基本根本的人文關懷 一直到它的整個政治訴求的展現 其實都是不及格的 我們有很多想法 particip上去的地方 還是要想嗎 再用一次關懷